很温情排音 来唱一首新歌给你们听 很温情的 这首歌叫 借的老会啊 在写那个 刚刚 刚刚过世的 就是环保的老师 环境运动的老前辈 年锡里年老师 1986年在路港有一个 台湾非常非常打的一个 一个反渡邦的 环境运动 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非常重要 在台湾的环境运动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老前辈 他在前阵 8月7号那一天 他是离开这样子 然后这首歌是他 五年前我刚刚认识 没多久的时候他写的歌词 因为他很想要去 写一首歌关于他自己 然后也关于他想要去勉励 现在的年轻的一首歌 然后他就写了歌词 然后说希望我可以去写曲 然后因为我其实不太擅长别人写好的词 让我不去 对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 怎么写我都不喜欢 真的然后居然就这样写了五年 对写了五年 然后其实是那时候我跟他认识还不深 对对对对对 虽然就是把他那本书 就是环保洪法师的书看完 然后再去找他一些资料 然后再跟他 因为我去鹿港都会去找他 对就会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 完全没有任何高直开的前辈 七十几岁 他看到一个二十几岁年薪人 他还是把你当朋友 就变你这样 然后你不懂东西他就一直跟你讲 对啊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我这一盘心都不了解 我甚至连识成我是环品 我都不知道环品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讲给我听 然后就举例 他们那时候反脏火 然后火力发电 对 然后他就讲那个 很多的意思让我听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识想的 一个老人 可是人到他 欢起来的时候 你不知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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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就是前阵子 两三个月前 就中风 然后昏迷 然后那个时候 我很紧张 因为我夸要不死 然后我记得他拿给我的时候 就跟我讲说 不管你当时死好都没关系 但是不要等到我有一天 躲下去了 你在那里 你怎么说要死了 我就听不懂 我真的超紧张 完了完了完了 我就很 很一直 一直祈祷 拜託 一定要唱起来 对啊 然后我就很快 我就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来了 就是我就觉得 不管如何 我一定要把这个歌 写出来 而且已经五年了 对啊 结果 没事 找不到 对啊 可是我相信他听得到 我们那时候有 就是 有举办一个 就是老师的 追思的一个音乐会 对啊 那我就 在那边 拍拍手 对啊 好 我们就听看看吧 的 对啊 对啊 死鬼頂途 生花花花啊 為更香啊 這是什麼人 遺到環境是高無緣 無憲甘苦 無全願 想到真好是財犯 全你顧到好山好水的臺灣 人說無知了七十塊的打 他說他約有一個人打 啊 有解是一句人打 有他們生日的一水 他們中堂 台灣的少年家 勇氣順便請感恩家 感恩十個月 環境來領家 台灣人哪買好 丟來哭得 台灣的少年家 勇氣順便請感恩家 大人家 勇氣順便請感恩家 台灣的少年家 勇氣順便請感恩家 台灣的少年家 勇氣順便請感恩家 噢噢噢 老未來 老未來 是我一看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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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好,谢谢 这是新歌啦 真的觉得买这把琴是值得的 因为我一直用我那把琴唱这首歌 都不对,就是不对 对,就不对 好 有人要听歌吗? 就是有没有想听 还是你都觉得不好听 不好听 你还是要听啊 什么英文说? 好帅喔 好帅喔 就这首歌有感觉很高 死掉了 死掉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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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会要唱 哈哈哈哈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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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要唱我都一定要唱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尊重 不然我说 你又不想要唱歌 你又不想唱歌 好笑 谢谢 应该是成了 作詞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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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